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现在是2002年12月30日星期三 要继续时间在印第安纳州结佛信维尔巴伦浩会幕上神的先知 这是直接来自上帝宝座的信 信中的一位先知通过火柱和其妙的信息得以证明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光,赞美主 这个信息向全世界说明了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的情况 赞美主 我们知道这个和启示录第3章第14节一样 我们也知道这个和启示录第10章第7节 和启示录第22章第16节是一个相同的天使 那里说到我耶稣猜显示录我的使者为众教会 赞美主 我很高兴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 然后允许有一位先知提醒我们回去听圣经 并将这位先知放到我们讲坛的白林汉帝兄 现在这一封是要识白林汉帝兄应聚会一起的信 亲爱在牛栏上的小牛 汉娜 耶和说大而可谓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猜献先知以利亚到里门那里去 神已经实现了他的乐言 并应允了他伟大的先知以利亚 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随着有医治能力的翅膀 和新娘将会像小牛一样在牛栏中长大 只吃储存的食物 这是要恢复所有的事物 显示所有隐藏的傲悲 并呼喚一个新娘 我们已经认出这个伟大的天使使者 他的名字叫威廉 马利安 白南汉 我们就是被派遣来呼唤的 度的新娘 当他说话的时候 这是一封给我们的情书 这是圣灵的金油 他要灌到你内心深处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话 而是出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度 因为他对他的全能先知 以及要他的新娘说话 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或者不明白他们必须只能传他所说过的说话 不要加添或者删除他的信息 他告诉我们 将会有很多人兴起 并相信他们也是被选为领导新娘的牧者 但是被选中的新娘 不会受到欺骗 因为他们完全相信先知所说过的话 我们将仰望这个伟大的兴起 他可能会在我们的日子里面 他可能会在更年轻的日子里面 我不知道 他可能现在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无法确定 圣灵在这里一直带领着我们 直到那个时候 然后当一位领袖接触我们的时候 他仍然被圣灵高没 当然 以利亚会来 圣灵在五巡折 妖冠并刺及我们每一个人 圣灵将带领我们到这位伟大的 受高圣灵的领袖前面 神将接管我们 荣耀 我们正处于2002年最后结束的日子 但我们也正处于世界最后结束的日子 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 将我们带到我们的大昏蔓延的现值上 今年我们参与和看到世界所发生的事 和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时间 可以和现在一样 神正在联合祂的新娘 他们和中方、西方、北方和南方走在一起 一个联结的时间 现在就在眼前 他们要联合做些什么呢? 被提 阿门 神让他们准备 慈的、先生 联结起来 他们和什么联结在一起呢? 与神的道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祂不能废去 不论任何宗派或其他人如何说 新娘都会与主义此说 联结一致起来 祂为联结了自己做很多准备 为什么? 因为祂是新娘 就是这样 祂与新郎联结在一起 看看 新郎就是道 起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通过阅读圣经 和听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末日 我们生活在最后的日子 这一代 将会看到 耶稣基督重返大地 我们之前的圣徒 渴望看到这一日 期待了这一日 但现在终于来了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 让我们把来年的一切 放在一旁 让我们变得更加绝望 为神的到来 做好准备 你的责任是准备工作 新娘已经做好了自己准备的工作 服装已经付费了 衣服已经准备好了 但你必须穿上这些衣服 神要来接走她的新娘 一个不会被世界 或者世界事物 如云的新娘 她在羔羊的血中被清洗了 她承诺自己 她只爱神 对世界的爱已经没有了 对她已经死了 高阳的婚姻已经来临 神的新娘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准备 我希望我们在200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收听到以下的信息 我们为明年为我们准备一切的事做好准备 12月31日 星期四晚上 第四章 2号 路约大编号 61 長樺 01 01 1月3日 星期日 让我们一起在结佛讯卫尔时间下午2点听这个信息 启示录第四章 3号 路约大编号 61 长樺 01 08 约失白蓝汉帝兴 记住了约失白蓝汉帝兴的来信 我想再次感谢你们的收听 记住注册你们的电话应用程式 这个程式称为救生索 在那里有特别的视频 有特别的音频 这是为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为你提供救生索的应用程式 这些东西是你以前从未看过和听过的 可以在任何设备上看到 你可以放在停板电脑上看它 也可以放在手机上看它 这个应用程式会在这里的螢幕上出现 它也位于这里的描述和视频标题之下 在你观看YouTube的时候 你需要激点显示更多 它将会打开这里的描述 并为你显出更多的连结 赞美主 我们会直到下一次 直到下一年 神慈福利 愿你平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心请愿你平安 心愿二 心愿像是在不可思计 甚至维近 嘗我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